醒目一拍咱们是继续开书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 因为这个渝航县的县令刘希同 派人的到县衙的大牢里呀 去诱供小白菜 这小白菜呢 哎 没有什么见识 在万白无奈之下呀 第二天改口啊 说本月五日 本县新科举人杨乃武 曾经给过他一包药 说呀 是专门治这个小大流火之症的 结果呢 给个小大服用了之后死了 那这么一来呢 这县令刘希同抓来了杨乃武 隔去了他的功名 开始啊 就与这二人上行了 那么说这小白菜都招了 还用用刑吗 哎 这事就是这样 你越招越得用刑 他得问出细节不是 可是呢 这杨乃武即便是用了刑 也是一直不承认 与小白菜私通 并且诛使小白菜 毒死了葛小大 这杨乃武说呀 我有人证 我初五那天啊 并不在鱼航县城内 到乡下 到我老丈人家去了 有这个我丈人呢 和我这个救凶作证 然后就是啊 你无论再怎么用刑 这杨乃武也没有招对了 那县官一看呢 既然这样 只能把这个案件呢 往上转 转到知府那 虽然这杨乃武没有招对 可是这县令刘西彤 网上汇报这个卷宗啊 可有变化了 首先呢 就是葛小大的师格 这葛小大本来是口鼻 渗出淡淡的血水 可是这回师格上天呢 是七孔流血 银针试毒以后啊 这银针本来是没用造假水擦血 可是这回师格上天呢 是用造假水清洗以后 仍然成黑色 你杨乃武不是说 本月五号你去丈人家了吗 这公文上啊 把五号杨乃武给小白菜 送去毒药这个事啊 就改到了三号 所以说呢 广平这些 这件事情无私 那也有必 这知府陈鲁啊 是个武出身 咱们上文书说了 是湘君出身 他本来啊 就是个粗人 从骨子里啊 就瞧不起这些文人 桀骜不驯的劲 上德堂来啊 不审杨乃武 先审小白菜 他问这个小白菜 是否啊 与这个杨乃武有奸情 这小白菜呢 上一番在县里啊 是连逼供呆右供 招出来啊 和杨乃武有奸情 是杨乃武给的他 毒死人的毒药 这回一看堂上啊 换了个老爷 哎 他改口供了 他以为可能是赶上清官啊 能给他翻案了 谁想到 哪是这么骂子事啊 这陈鲁啊 更狠 不但呢 给这小白菜 用上了攒刑 就是攒指之刑啊 有个小名啊 叫女用家棍 据说啊 还用了飞刑 什么飞刑啊 西龙烫背 是火牵刺乳 哎 这个火牵刺乳啊 这个刑法呀 咱们不讲 还得靠您的自个儿去脑补 我给您说说 什么叫做西龙烫背 这西龙是什么呢 哎 顾名思义 是用这个西啊 做的一条龙 实际上呢 像不像啊 三非样 也就是那么个意思 它是中空的 因为啊 是给这个女人上行吗 所以是肯定 不用脱去中心 把这条西龙啊 就挂在这人的后背上 那说怎么挂呢 这龙脖子呀 有一个弯 正好搭在人的肩板上 在你的脑袋边上啊 就是龙头张着大嘴 这龙肚子呀 是空的 去了拐弯的呀 成几个S型 可就趴在你的后背上了 用皮条子 跟你身体贴合好 勒紧咯 然后啊 再把你的手脚束缚住 顺这个龙嘴里 往里灌滚烫的开水呀 您想 这能好说的了吗 这还是小白菜 到了洋乃武这啊 问都不问 上来啊 直接用刑 跪钉板 跪火砖 上夹棍 这大清国用刑有规矩 这人犯呢 用过两次加棍的时候啊 就不能再用加棍了 可是据说啊 这洋乃武从县里 一直到这个府里边啊 一共用了五次加棍 咱们在这说书 咱们又不是这个立体画面 所以很难给您说清楚啊 这些刑具厉害到什么程度 总之啊 最后用刑用的 给这二人犯呢 你问什么 他就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 他就交代什么 不用右供 自个儿就交代了 据说到最后一堂啊 化供的时候 把这个加棍和这个攒指 往堂上一扔 这二人呢 都已经大小便失禁了 怎么回事呢 假的呗 杨乃武在重刑之下呀 也就只能是给他们编造个事实了 他说呀 他曾经跑到这个 葛小大家 给小白菜毒药 让他毒死本夫 这毒药呢 是从这个钱仓啊 老战人家回来 用四十文从一家药铺 以毒老鼠的名义买出来的 这药铺的名字呀 叫任爱堂 这店主的名字呢 叫钱宝生 支付陈禄一听啊 既然有招罪了 赶紧找这人吧 一到这个渔航县呢 和这个钱仓的路上 确实发现了这么一个药铺 叫做任爱堂 可是这店主啊 他不叫钱宝生 他叫钱坦 这店主表示啊 虽然都姓钱 但是从来没用过 钱宝生这个名字 这陈禄一听啊 这案子都已经 问到这儿了 谁都招了 不能在你这儿卡壳 于是就派了 自个儿的师爷 叫做张俊 去给这个钱坦呢 边供又供 这张俊呢 跟这个钱坦说 只要你呀 全承认了 这里边没有你事 当堂就能把你放了 如果你要不承认的话 那老爷肯定用刑 那你自个儿挑吧 这钱坦呢 本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哎 还就真承认了 承认了 这知府啊 还就真把他放了 这下子知府陈罗 可就能定案结案了 判了这个葛壁事 凌迟处死 判了杨乃武斩立决 要说这福利 既然已经判了 这事应该呀 是铁定了 可是人家杨就不干 这会儿的杨乃武的 第三任夫人 也就是詹彩缝啊 已经取过门了 而且那詹氏大奶 那已然怀孕了 那么替这杨乃武 申冤告账这事啊 就只有烙到了杨的姑子身上 就是这个杨乃武 那寡妇姐姐杨菊珍 杨菊珍呢 求了两个卦 第一卦呀 是从这个城里边的 城隍庙求的 这签上啊 是这么说的 荷花开处 是方明 春夜春花 最有情 官我官人 官自在 金风道处 贵边生 这策子先生一解释啊 哎 这大伙啊 就更有信心了 策子先生说呀 荷花开的时候 冤情就得雪了 到桂花开的时候 人就加来了 于是啊 这杨菊珍杨的姑 决定上告 那上哪儿告去呀 省里吧 浙江省啊 聂司 藩司 巡抚衙门 其实这会儿啊 哎 这知府陈鲁早就把案情啊 禀报到了巡抚衙门 这浙江一省的官啊 对这个案件啊 都已经了解的很清楚了 不光是啊 有公文往来 这会儿的申报 对这一案件啊 还做了详细的报道 这申报啊 一篇一篇的连载 内容全是替这个杨南武 报不平的 话里话外指出啊 这案审的不公 杨乃武小白刺 冤 既然呢 群情激愤 民间反省这么大 所以呢 这浙江巡抚 杨昌郡呢 就让这个本省的案院大人呢 重审此案 于是啊 这涅斯分斯联合 又审了两堂 这些官员呢 基本上都是乡军出身 即便不是乡军出身的 跟这个乡军呢 也有庞之莫及的联系 哎 就说这个浙江巡抚 杨昌郡吧 虽然是左宗堂的人 不过呀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啊 和这个乡军 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那这藩斯涅斯两位大人呢 审了半天 觉得呀 还得维持原判 没有发现什么漏洞 于是啊 就秉回给了巡抚 这巡抚杨昌郡说呀 那不行啊 这杨乃武他们家人呢 又到我这来告了 并且呀 这民间的报纸上啊 天天替这个杨乃武喊冤 我呀 还得开一堂 这巡抚大人呢 比他们还算认真负责 派了一名后补道 到这个渝航县呢 去探听一下内情 这一下子麻烦了 派过这个后补道啊 原来和渝航县的县长啊 刘西彤 这两个人呢 认识 关系还不错 在渝航县一通吃吃喝喝 连拿带药的 哎 十几天以后 回到了省城 跟巡抚说呀 哎 这一切铁证如山县里都轰轰动了 就是这杨乃武小白菜啊 阴间杀人 那巡抚一听啊 这是铁证如山啊 不用审了 于是就给刑部写了公文 只等刑部回寒之后 就要立刻执行了 那这杨的姑一听啊 不行 哎 不能死心 必须还要月牙上告 上哪上告的 进北京告狱状 去北京啊 就得去督察院 可这督察院是什么地方啊 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察院 那不受理民词 说这老百姓啊 甭管是有冤也好啊 还是这举报谁也好 这不受理 这只受理啊 告官 但是这大清国呀 哎呦组织以名告官呢 上堂先打三十 要不去啊 就滚钉板 这是先杀上你小名告官的威风 那广是这样还不行 还得也请高人写状子 这份郁状的名字呀 他有个小名叫冤丹 这上来啊 不能先写 这个我兄的杨乃 我的有冤 得写呀 状告拿府哪县 哪省的官员 他们在什么案件当中 犯了大清律的哪一条 去判了我弟杨乃武 这会儿呢 这浙江一省啊 从读书人也好 一直到这个浙江籍的京官也罢 都是暗中支持这件事情的 首先说浙江一省的官员就说呀 这读书人多出于我们江南 哎 江南读书多出于航 如果这杨乃武受此冤屈不能得雪呀 那以后江南浙江 渔航再没有人敢读书了 哎 这是声势上的战轿诸位 那还有拿出真金白银资助这个杨居珍 出来打官司的呢 谁呀 红顶商人杭州胡庆渔堂背后的大老板 就是胡雪岩 胡雪岩呢 红顶商人官商上下都能通生气 所以说呀 这上下也是没少为杨乃武一案周旋 并且拿出钱来资助了杨家人 即便是这样杨居珍背着这张冤单来到督察院 状告浙江一省的官员第一次还是被拒了 不得不说这杨的姑真是女汉子 第二次他没直接去北京 他先来自了狱中见到了杨乃武 让这个杨乃武亲自写下了一篇冤状 又带在了身边 带着这两张冤单以及胡雪原给他盘缠 这又第二次上京告浴状 那这是什么时候了 这已经是同志十三年的九月份了 有人呢就给这杨的姑出主意 要告状啊就得去三个衙门 哪啊 布军统领衙门 刑部以及督察院 这督察院呢去过了 不收咱们的状旨 干脆这回直奔刑部 可是啊 这回刑部也不着急先去 干脆呀 喝出破头状金中 咱们再找个大个的 再压上一宝吧 于是这杨的姑就在北京城石家海的边上 捡了一个绿泥八台大轿 就撞了过去 这轿子里边的人一看呢 哟 建议民父啊 头顶这个冤旨 这嘴上喊着冤呢 还跪着了自己的轿边 这位老爷子呀 也是确实啊 闲的呀 有点没事干了 命令跟教的太监呀 说去 把撞旨给我拿来 我瞧瞧 拿过来一看呢 这老头啊 可就急了 这天下呀 怎么还有如此之冤事呢 于是就把这杨的姑啊 带到了府里 进去是不可能 门口等着 这个官啊 进去之后 没多一会儿 管事的可就出来了 拿了一张纸 纸上写了几个字 您可别瞧这杨的姑啊 是女流之辈 她出生在这个 渔航书乡门地呀 哎 她识字 这上边写了五个大字 叫做大清 有清天 再一看这落款啊 吓坏了 扑通腿一软 可就跪那儿了 这落款啊 就仨字 上边写着 纯亲王 那咱们都知道 这同志爷 享国十三载 这会儿什么时候了 这会儿已经光绪年了 那这纯亲王是谁啊 那纯亲王一宣呢 是光绪爷的亲爹 那这个不是太上皇啊 那圣死太上皇 有了这张字在手啊 那有了上方宝剑了 没过多久 这功力也传出话来了 这两宫皇太后 慈禧老佛爷 对这件事情 也挺关心过问 那有人传说 这是为什么呀 是因为这慈禧啊 在前些年 借助这马兴仪 被刺一案呢 虽然撼动了 这个乡军的上层 可是江南极省 这基层官员 都被乡军把持着 借助着 给杨乃武小白菜 翻案这事啊 也好警惕一下 基层这些乡军官员 最后啊 此案落的一个 刑部会审 那咱们呢 讲的不算细致 但总归呀 把这个第一审 二审这些漏洞啊 咱们讲的差不多了 您想想啊 有这么多漏洞的一个案子 经得起这刑部大唐 大清国最高的法院审理吗 所以这一审呢 自然是破洞百出 不过这会朝廷里边 可有两种意见了 以这个山东巡抚 丁宝珍为首的 这个地方都府大员 就说了 要是这么着呀 那以后地方官没人干了 无论什么利益驱使 我们这地方官审完案子 还这么多人来巴吃 那以后就没人敢接这种案子了 那这刑部正堂呢 为了堵住这一方舆论的嘴 那干脆咱们来一个呀 开关验尸 那这国家要想办什么事啊 他是既不怕远呢 也不怕费事 就在光绪二年的十二月初九日 这个大冬天 刑部的人可就把这格小大的尸体 连同光果一起运到了北京 就在这天呢 要在海惠寺市开关验尸 呼 这天这海惠寺 那围的是人山人海呀 因为这四五年过去了 这个案子呀 迟迟未决 已经不是轰动江南极省的事了 全国都知道了 这刑部正堂桑春荣 带领着刑部堂官 一共就六个人 他全带来了 四官啊 八个人也悉数到场 刑部还组织了一个武座团 这个武座团呢 是由这个刑部 以及顺天府最出色的武座 就是这个法医组成的 一共多少人呢 四十人 时辰已到 开关验尸 开关以后一看呢 这格小大现在呀 已经是一把白骨了 这武座们呢 对这个白骨是先洗后征 最后得出的结果就是无毒 那这一下子什么也别说了 那这格小大他就不是被毒死的 那自然也就没有阴间杀人的啊 咱们这个书啊 虽然说的简单 但是最后也得有个结果 那咱们就说说这些人都得了什么报应 这被告 葛碧氏也就是小白菜 判了一个不守父道 与杨乃武同桌而食 仗则八十 这杨乃武呢 判了一个与葛碧氏不避嫌疑 并在审讯之时 攀扯他人 仗则一百 举人功名 不予恢复 原告沈玉士 也就是啊 这个格小大的妈妈 诬告之罪 仗则一百 徒刑四年 但是念其位子报仇 情有可原呢 可轻怕 知县刘西彤 草率听信证词 伪造修改政贡 发配黑龙江 这文书里边还有个家条 家条上写呀 不到七十 不得复官 那实际上呢 发配的时候 这刘西彤啊 就已然七十了 这于航县的五座 不学无术 将四等 账八十 徒刑两年 这门钉神采权 也就是非说这个 格小大呀 是重皮霜 毒死这牙医 判的呀 挺重 账则一百 流放两千里 浙江一省的官员 上至巡抚 下至私道 哎 凡是经理此案的人呢 格职的格职 降级的降级 这杨乃武回到家中啊 哎 没有功名了 潜心研究 桑麻之道 自己呀 还培育出一种残种 叫做奉餐母的 七十四岁呀 哎 死在家中 现在这坟还能找到 就在渔航西门外 新庙前后 这毕秀姑回去之后啊 出家了 这渔航的辅道官员说呀 你可以择付令驾 都被这个毕秀姑拒绝了 本来呀 可以找一个大庙出家 不过去 这小白赛呀 出家在渔航南门外 石门堂准提安 这庙啊 小庙没香火 所以这小白赛的后半生啊 就以养猪养鸭 替别人织布 做针线活 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取了一个法号 叫惠定 在1930年的时候啊 原济了 您现在去渔航县呢 您找不着小白赛的坟 不过呀 在这个渔航县东门外 文成阁旁边 有一座 惠定禅师木塔 哎 这儿就是小白赛的坟 可是这儿也不是原坟 重建于1985年 说实话 这杨奈武小白赛一案 咱们说的太糙了 有点对不起听众 主要是对不起 那喜欢听杨奈武小白赛的听众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呀 这不是咱们书馆该有的风格 咱们还得聊历史 那得 那咱们明天就继续 聊历史